从历史上讲 按照国际法 坚冈驻岛是我们国家拥有主权的领土 我们目前实际上也在管理这些岛屿 我们将伸张我们的权力来保护我们的领土 这将是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 而另外一方面 日中关系对亚太地区 以及世界和平与繁荣都非常重要 因此两国之间不应有任何类型的冲突 我们必须通过耐心的对话 来缓解和中国的紧张关系